- 請問我開始了嗎? - 好好 - 要怎麼? - 都可以 - 拿一個菜 - 今天沒有冷氣的 - 準備了 - 還沒選擇沒有冷氣 - 現在關就好了 - 還有一點點 - 蛤? - 呃... - 想起的話就先 - 看你的興趣 - 現在要去做 - 等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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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要是很熱 - 很熱 - 因為你剛剛是去 - 去洗淨 - 對 - 所以你剛剛前一個行程是什麼? - 前一個行程吃五分 - 喔... - 要再前一個行程給我 - 在前一個行程是去開會 - 喔... - 好 - 好 - 好像我... - 好像我問得很 - 無標的問題 - 你是一個分別回事嗎? - 開會或五分都是一個比較長次的 - 要測身嗎? - 還是... - 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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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 - 我們綠墨很... - 要測身嗎? - 還是... - 可以嗎? - 開地條 - 開地條 - 好 - 我們這個月又做了很多功課 - 很棒啊 - 這個... - 然後我越做越痛苦 - 為什麼? - 哪裡痛苦 - 我覺得你真的好難拍喔 - 為什麼? - 因為你很聲浪太多事情可以講 - 不好意思,我今天早上才記 - 我想要問的東西 - 人家請問 - 對... - 然後其實... - 因為我其實一直在想說 - 我們想要讓觀眾理解 - 為什麼你很特別 - 對我來說你很特別 - 然後我也想要讓觀眾知道 - 你特別的理由是什麼 - 所以今天可能會比較... - 要請你跟我們說故事 - 那我們... - 我們問的那個... - 我們訪問了賴明仲 - 然後楊永貴老師 - 對... - 有印象嗎? - 記得嗎? - 對... - 然後我們也獻唱 - 跟你弟弟聊了一下 - 對... - 然後又讀了一些你的東西 - 跟你的影片 - 然後所以其實就想要請你跟我們講 - 我都會問這個問題 - 我會問每個人這個問題 - 就是你成長的那個年代 - 就是80年代 - 90年代的台灣 - 是一個怎麼樣的台灣 - 其實你的形容是什麼? - 因為說實話現在有很多事情 - 對現在的年紀人來說 - 不是那麼特別 - 比方說我隨便說 - 比方說跨性別、網路這些東西 - 可是在80年... - 八歲學成是這個... - 對... - 特別是每個小孩都是八歲學生 - 對... - 對... - 但是你在... - 因為我們年紀學差不多 - 可是你知道在我們小時候 - 這件事情是... - 我那個時候完全沒辦法想像 - 就是我八歲說實話 - 我電腦裡面可能就不是這樣 - 對... - 所以我的意思是... - 我意思是說你要跟一群 - 已經不把這件事情覺得很特別的人解釋說 - 這在當年很特別的... - 對... - 但是就想... - 對... - 對... - 沒有... - 就是我想要透過大家的描述 讓大家理解那時候的台灣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投資一個這樣子的小孩這樣 - 對... 你的形容、你的印象那時候的台灣 - 怎麼這樣子一樣 - 就是... - 其實我那時候很少就是實際出門 因為心臟病的關係 所以當然有一些看報紙嘛 - 或者是從... - 一些流行音樂啊 - 來瞭解台灣 - 但是... - 基本上可以說是... - 對台灣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 我有印象的主要還是一些比較... - 二手的或三手的就是文字性、報道性 - 的自己的動作 - 那你的... - 那從這些二手或... - 的報導裡面 - 你可以談一下嗎 - 你覺得那時候台灣一直到什麼 - 像那個... - 賴民中就給我們講了幾個世界 - 嗯... - 他就講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 比方說板小線的世界之類的 - 這樣... - 所以他... - 他在談那時候台灣的印象 - 就是... - 很... - 衝突啊... - 混亂啊... - 然後社會風險很保守之類的 - 這些我都沒有感覺 - 你都沒有感覺 - 那你的感覺是什麼 - 就是... - 因為... - 嗯... - 因為... - 呃... - 可能因為我父母做新聞工作 - 然後... - 他們當然關注的... - 很多是... - 台灣的民主化嘛... - 人權嘛... - 環境保護... - 這些東西 - 那所以... - 他們買的書... - 呃... - 也大概都是這方面的書 - 所以像... - 那時候... - 馬易光老式的... - 這樣一個地球... - 啊... - 或者是... - 一些相關的書籍 - 當然... - 都能賣得好看 - 那裡面當然... - 很多是在講當代 - 或台灣碰到的一些... - 特別是從... - 因為發展... - 經濟... - 到... - 可能... - 了建古人權的環境... - 所需要... - 面對的一些事情... - 那這些... - 大概都是... - 就像我說的... - 就是... - 都是從... - 二手或三手的... - 主要是文字呢... - 可能有一些... - 所以你們很大部分... - 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 早些年都是... - 透過閱讀... - 就是符號式... - 符號式的... - 符號式的... - 哇... - 很有趣的說... - 符號式... - 對... - 因為我... - 我是讀... - 拉綱... - 對... - 所以拉綱把世界分成三個層次... - 你知道... - 符號成... - 想像成... - 跟真實... - 對... - 所以我聽到很多... - 符號式的... - 因為... - 讀這一次... - 覺得很有趣... - 對... - 那... - 可是在符號之前... - 那個... - 會有個想像... - 那你透過這些符號... - 你... - 對台灣的想像... - 我們一直在... - 繞出去... - 對... - 我... - 這些符號其實... - 不特定於台灣... - 不特定於台灣... - 對... - 對... - 就是說... - 就一部分是... - 當然就是... - 我的個人經驗... - 我跟這些符號的關係... - 那如果這些符號... - 沒有辦法... - 說明我的個人經驗... - 那當然就會有... - 創作的... - 想法... - 那這個創作... - 如果跟... - 本來的符號... - 沒辦法... - 介紹... - 或是說... - 就是說... - 讓它... - 沒有辦法... - 銜接... - 那拉綱有一個概念... - 叫做... - 這個... - 生痛... - 就是一個... - 等於三個不同的... - 世界中間的斷裂... - 可以透過... - 把自己的... - 私人語言... - 外部化... - 再加以... - 這是拉綱的一個... - 後期的一個主要貢獻... - 對... - 那... - 所以你覺得... - 你根本就... - 所以你... - 其實沒有意識到... - 你的經驗是很特別的... - 因為你沒有跟外面接觸... - 我有跟外面接觸... - 可是... - 每個人都覺得很特別的... - 對... - 對... - 就是說... - 我沒有覺得說... - 與眾不同之間... - 是有什麼特別的... - 因為... - 在我看起來... - 每個人都有種不同... - 嗯... - 那... - 雖然你在媒體上... - 談過很多次了啦... - 就是我... - 其實今天很希望... - 你可以跟我們講過事... - 那也可以猜一下你... - 就是... - 你的幼稚園轉學三次啦... - 小學也一直轉學... - 你在這個... - 你在... - 你的... - 這些學習... - 你的經驗跟過程... - 有什麼... - 印象深刻的... - 其實我們有讀到一些... - 可是... - 可能還是希望... - 你可以跟我們講... - 我想... - 印象比較深刻的... - 還是... - 就是... - 每次... - 呃... - 重新去認識... - 一些同學... - 的這個過程... - 那對我來講... - 就會是要在... - 短時間裡面... - 去... - 呃... - 認識... - 他們可能一次都已經認識了... - 三、四年的... - 呃... - 這樣子一個社會群體... - 然後... - 我覺得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 當然一部分是... - 呃... - 每一個學校... - 那在... - 知識的詮釋上面... - 呃... - 完全沒有了課本... - 但是... - 其實... - 不同的老師會有... - 非常不同的詮釋... - 然後... - 大家對於... - 呃... - 呃... - 知識跟... - 考試的分數中間的關係... - 每個學校也有... - 截然不同的態度... - 啊... - 好比像說像自由班就非常注重... - 排名啊... - 學生之間... - 互相的比較... - 那... - 但是... - 指南國小就完全... - 不在意這個東西... - 那... - 同樣的在... - 呃... - 幼稚園裡面... - 也有... - 就是... - 可能... - 他們之間互相認識呢... - 當然也有一些... - 比較可能被排除在外的... - 可能因為... - 膚色... - 或者是族群... - 或什麼的一些朋友... - 那我也會... - 呃... - 比較去關心說... - 欸... -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子... - 一個... - 社會結構... - 所以... - 其實我一直都是用一個... - 比較... - 嗯... - 異鄉人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 去看... - 競爭的社會結構... - 因為... - 呃... - 幾乎都是... - 他們已經一次認識的... - 但是... - 呃... - 呃... - 我是比較尊貫的來看這些事... - 嗯... - 那你... - 你有什麼... - 印象深刻的世界... - 印象深刻的世界... - 印象深刻的世界...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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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記得就是... - 在... - 國中的時候... - 當時... - 嗯... - 因為當時那邊叫做... - 資源就學方案... - 是不考練考的... - 然後是... - 呃... - 以平常的... - 經常的分數... - 課堂上的表現... - 還有端考... - 來作為分發到高中的一個理據嘛... - 那... - 當時我就是... - 決定不要念高中的時候... - 就很... - 刻意的... - 去教改卷... - 然後去... - 呃... - 呃... - 等於拉低自己的平時成績... - 然後讓... - 班上其他同學可以... - 到他們比較想要... - 到高中... - 那我必須... - 持續的做之前... - 是因為我... - 五一的時候的成績太好了... - 所以我得... - 就是... - 請教改卷... - 才能夠... - 呃... - 把平均分數弄到一個... - 那我朋友可以... - 這個同學們可以去念... - 通常那個... - 中學的情況... - 那所以... - 我覺得那個還蠻... - 還蠻有象徵性的... - 就是說... - 呃... - 因為說不念了... - 或者說中錯了... - 那是一次的覺得... - 但是每次你要出現在考場... - 簽下自己的名字... - 然後就把你卷子交出去... - 然後這個動作要重複很多次... - 因為每個科目都要重複一次... - 那我覺得那個是... - 還蠻有... - 象徵性的... - 記憶... - 這個好像... - 在那個... - 才讓範圍堂裡面... - 問題... - 可能... - 對... - 那那個時候老師的... - 反應是什麼... - 因為我有充分的解釋... - 就是跟校長解釋過... - 所以當然老師... - 校長想必已經跟老師講了... - 是這樣子... - 那... - 那... - 我當時好像還有協助老師去... - 呃... - 就是... - 因為當時那個... - 正義哲學方案是個新的方案... - 那... - 那... - 他有很多需要舍通建入... - 舍通計算的部分... - 我好像還有幫老師... - 寫一些誠實... - 呃... - 去讓這個出入或計算更方便一點... - 嗯... - 對... - 所以當時的感覺就是說... - 呃... - 就是... - 嗯... - 我好像不在... - 我處理的這些資料裡面... - 這樣子... - 當然裡面會出現我的名字... - 會出現的部分... - 但是... - 呃... - 那時候就是一個... - 好像已經在這個遊戲... - 萬念了... - 的那個感覺... - 嗯... - 那... - 我... - 其實... - 因為我們... - 呃... - 我們有去訪問那個... - 吳祐天... - 也不認識... - 應該沒有... - 不是非常熟的... - 是嗎? - 我好像也沒有跟誰非常熟的... - 沒有... - 沒有跟誰非常熟... - 對... - 對... - 但他... - 呃... - 他其實還一直還滿... - 關注你的... - 對... - 我不曉得你這個... - 對... - 對... - 但他... - 我覺得他對你一個解釋很有趣... - 就是跟我現在的觀察也有點像... - 他說你有一種... - 超然... - 就是你會跳到另外一個空間... - 看你自己跟這個世界的狀況... - 嗯... - 你覺得會這樣子... - 你覺得有這樣子... - 他這樣的形容... - 你可以接受... - 他說你是一個... - 得到的人... - 嗯... - 嗯... - 嗯... - 你覺得... - 你對他當然解釋有什麼看法... - 我覺得那就是... - 跟我們珍重他的個人感受... - 嗯... - 嗯... - 但你自己... - 就沒有... - 沒有在他的評價... - 還是... - 我覺得當然到這種東西... - 他不是... - 不是講的啦... - 他就是一種... - 不斷的去反省自己的... - 嗯... - 工作跟自己的作為的一個... - 習慣... - 所以也沒有說得到都失去的... - 的差別啦... - 那... - 當然他做那樣的詮釋... - 是因為他對... - 就是... - 古典中華文化... - 非常的有研究... - 跟非常的有興趣嘛... - 所以... - 當然是用那樣子一套... - 說法... - 在進行詮釋... - 我覺得他的... - 適用性跟... - 我不小心... - 用拉杆來詮釋... - 是... - 是... - 是等價的... - 他其實更多的是講了... - 關於他習慣參考的那些概念... - 而比較不是在講... - 生活活動的樣子... - 嗯... - 嗯... - 可是我好像... - 我在你的演講裡面... - 也看到你用道這個詞釋... - 對... - 其實你有一個演講在講... - 自由的層次啊... - 然後開放層次嘛... - 那個就是一條路的意思... - 那個是... - 沒有... - 沒有那麼... - 學學的... - 那個在講的就是說... - 呃... - 開放圓滿... - 它是一條大家可以一起走的路... - 對... - 那常常我們是... - 別人已經走到一個程度了... - 你就可以從別人... - 走到的那個鏡頭開始... - 再做一些創造... - 那就好像是... - 在沒有痕跡的地方... - 多走幾次... - 欸... - 就走出一條路來... - 然後別人就可以沿著這個思路... - 再往前走... - 那當然用的是... - 魯迅的一個比喻... - 但是... - 魯迅用那個比喻的時候... - 它並沒有... - 到家的那個意思... - 它純粹講的意思就是... - 你本來沒有路的地方... - 你走久了... - 就有一條道路... - 那... - 那... - 那... - 這... - 好... - 你應該這樣... - 好...我這樣問好了... - 那你... - 那個時候... - 就在你媽媽的書裡面... - 就提到說... - 那個時候你們決定要回德國... - 是不是你有一件... - 你跟她說你想要... - 改變台灣的教育體制... - 你記得那個意思嗎? - 沒有要回德國... - 從德國回來... - 從德國回來... - 對不起... - 對不起... - 那時候你們決定要從德國回來... - 有一個理由是什麼? - 你覺得你想要改變台灣教育體制? - 當然有幾個啦... - 就是一個是說... - 當時不管是建議我... - 就繼續去美國念書... - 或者是在德國繼續念... - 那些其實都... - 比較不是我的興趣... - 當時因為已經接觸到... - 網街網路的前身... - 就是小民網路... - 或者國街網路... - 這些概念... - 所以... - 其實不管在哪一個學校體系... - 大概都不會是... - 我們感興趣的... - 的這個部分... - 但是當時這個想法... - 並沒有那麼確定... - 因為當時... - 還沒有那麼多的研究者... - 把他們的工作都放在... - 網街網路上... - 所以... - 當時只是往這個方向想... - 那至於說是不是... - 因為這樣子教育體系... - 會有所改變... - 我想當時... - 應該已經滿確定的... - 就是說... -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 - 教育的這件事情... - 會... - 完全不一樣... - 但是你說... - 我是不是... - 一定要感造台灣的... - 教育體系... - 我覺得那... - 多少也有就是... - 我們可能... - 很想在自己的感受... - 然後... - 可能就是... - 藉著我的話... - 感想出來有這個意思... - 嗯... - 其實我們跟那個... - 楊文貴老師... - 接觸的過程... - 就是... - 他說... - 後來這十幾年你們的接觸其實不多... - 對... - 然後我覺得他還是滿... - 滿重視那個... - 當年那個經驗... - 然後... - 我們那時候說要採訪他的時候... - 他一開始就是... - 他第一件事情問我們就是... - 你對這件... - 他要接受採訪的看法... - 嗯... - 然後我們就說... - 你現在應該好像對... - 很多事情都是比較... - 超脫的態度... - 就是比較不會介入他... - 的意願... - 這樣... - 那我不知道我的解釋有沒有錯... - 因為他好像有一點點... - 這是我的解釋... - 我覺得他好像有一點點失落耶... - 嗯... - 就是他好像... - 他可能... - 呃... - 我不知道要這樣解釋對不對... - 他好像覺得他應該對你... - 有留下一些影響... - 但是他覺得你的... - 可能是我傳達上的問題... - 然後我跟他說你覺得... - 現在對很多事情都比較超然... - 所以他要不要接受採訪你... - 應該也不會很介意講... - 他好像有點失落耶... - 他可能就覺得... - 你會不會很在意他的看法... - 什麼之類的... - 對... - 但是... - 那你可以... - 你可以談一下那個時候... - 你跟他接觸的經驗嗎... - 就是你媽媽怎麼找到他... - 其實我不知道... - 你不知道... - 是找到之後... - 對... - 那我才去他的... - 就是工作的地方... - 然後... - 他也比較接觸到... - 包含他的一些研究生... - 然後... - 呃... - 他會設計出一些... - 學習方法... - 然後... - 這些學習方法... - 我現在當然回想起來... - 都是所謂的... - 一定是這位老鄉的... - 一個方法... - 就是他會盡可能去... - 拓展我對不同事物的興趣... - 但是不會要求... - 我在能力上面有任何... - 表現... - 或者開發... - 然後... - 只根據... - 學速度... - 去學足傳... -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 然後... - 呃... - 我記憶中... - 當然... - 他有... - 長套的教材教法... - 可是他並沒有要... - 一定要... - 在我身上... - 用到多少... - 但他會讓我知道說... - 呃... - 就是... - 有這方面的... - 發展興趣... - 對小孩... - 其實也不只為一個... - 然後... - 一些關於教育的... - 書籍嘛... - 他也會... - 借給我們家... - 然後... - 我也會看... - 所以... - 當然... - 慢慢就發現說... - 欸... - 就是說... - 這是... - 國際上... - 大家都在關注的... - 的一些事情... - 並不是因為... - 呃... - 我一個人... - 所以才發展了這些... - 教材教法... - 那... - 大概就這樣子... - 然後... - 呃... - 我覺得... - 最大的一個幫助啊... - 就是... - 呃... - 當時看了很多英文教育的... - 的書嘛... - 那... - 夏山學校... - 這些東西... - 就發現說... - 其實不只是... - 在台灣... - 在世界的各地... - 都有... - 覺得... - 實驗性質的教育... - 比起... - 體制學校... - 啊... - 適合的人... - 那... - 所以就... - 比較不會覺得說... - 這是好像... - 量身打造的一件事情... - 而是覺得說... - 呃... - 我們在一些資料收集... - 包括跟那個楊老師... - 就是楊校長... - 就是訪談的過程裡面... - 就看到一個很重要的名字... - 就是陳俊宇... - 對... - 你還記得嗎? - 是... - 對... - 但是那個... - 他好像... - 我們現在還沒有正式聯絡上他... - 因為他... - 他現在人在國外... - 對... - 可是有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資料... - 比方說他帶你到處去逛... - 嗯... - 然後跟你一起算數學... - 這樣... - 他很喜歡用著的... - 他很喜歡用著的... - 軸心... - 對... - 所以你之前就對人有影響這樣... - 也是太介紹的... - 真的喔... - 你記性好好喔... - 對... - 你還記得我想要玩用著的... - 對... - 然後那個... - 然後... - 嗯... - 你... - 有講到說你... - 第一次看到軒雲劍這個遊戲... - 大語資訊... - 大語資訊... - 大語資訊... - 對... - 那你... - 你印象裡啊... - 你跟那個陳俊宇的互動... - 有什麼印象裡要生的事情... - 他有帶我去... - 就是就像你說的嘛... - 就是去逛街... - 可能還有去他的宿舍... - 來參與他的生活吧... - 然後... - 沒有就等於就一起玩... - 我覺得最大的... - 嗯... - 一個印象就是... - 他並沒有把我當小孩看... - 可是... - 也不只是他我想當時的那些老師們... - 都沒有把我當小孩看... - 那我覺得這算是... - 因為我本來在家裡... - 我爸媽就沒有把我當小孩看... - 只是... - 後來到... - 停職學校之後... - 會有這種... - 會有這種... - 好像被幼小化的這個感覺... - 那... - 後來這個... - 從... - 逐建者老師開始... - 那麼小老師... - 那麼小老師... - 這些老師們... - 大概都沒有把我當小孩看... - 包含陳俊宇老師... - 車球的老師... - 這些老師們... - 對... - 所以... - 我覺得這個是共同的... - 不是說只有他這樣子... - 但是... - 當然是讓人比較舒服的一種... - 對你們的意思... - 那... - 你自己... - 也有參與台灣下的教改... - 那我如果之後就... - 在科法會繼續幫我... - 那之前有... - 之前算是... - 是... - 對... - 那你自己... - 對... - 這幾年台灣教改的工作... - 有什麼想法... - 我覺得當然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後... - 台灣已經變成這個區域... - 就是... - 貪性最大的一個地方... - 那接下來我們... - 已經把課綱的推展... - 也用了很多實驗教育的精神... - 包含學校不是只是老師跟校長的學校... - 而是跟旁邊的社區... - 包含家長... - 有各種互動... - 然後... - 課綱也不是硬性的課綱... - 而是在學校階段... - 就會有學校自己訂定的課程... - 這些都是當時410... - 或者甚至更早以前... - 就已經訴求的東西... - 當然以一個社會運動來講... - 這樣子完全變成課綱... - 完全主流化... - 也沒有花多久時間... - K30 還蠻成功的一個運動... - 對... - 所以... - 這還不錯... - 那接下來... - 我就希望引發課康能夠... - 起升完畢去落實... - 你覺得這是一個... - 算是成功的社會運動... - 當然... - 真的喔... - 因為那個... - 可能楊文貴的一校長... - 他這幾年... - 在宜蘭的那個... - 學校有一些狀況... - 然後他其實... - 好像對制度別的東西... - 還是比較憤怒... - 是啊... - 當然... - 其實你有關注他... - 現在做的事情嗎? - 大概知道... - 就是說... - 我覺得是這樣... - 就是... - 108 課章實際落實之前... - 現有的各級... - 尤其是K12... - 就是從小1到高3... - 他還是受到本來明理導向... - 然後還有分流... - 就是高中高製分流... - 或者高中裡面不同類組分流的... - 這些限制... - 然後實驗教育的小孩... - 要往大學的階段去銜接... - 也多少會碰到一些... - 老師上面的困難... - 那就是整個社會... - 他對於能力導向的... - 這個製作... - 還沒有完全放棄... - 當然也可以理解... - 因為這一輩的... - 標中生的家長... - 仍然是在... - 就是... - 戒嚴體制底下... - 受教育的... - 那所以... - 但這個是時間可以自然解決的... - 因為再過幾年的家長... - 就會是... - 戒嚴... - 以及... - 就是教育之後的家長了... - 那這些家長... - 以我們的理解... - 他對小孩不會是... - 那麼... - 能力取向的要求... - 而是比較... - 其他人的解釋... - 就是我們... - 我們訪問難民中的過程裡面... - 其實他提到很多... - 不知道... - 以後我們... - 之前讀你的... - 東西嘛... - 然後那個... - 我們接到這個... - 你記得那個... - 這好有趣喔... - 對... - 沒有你就覺得你很厲害... - 就是... - 那個時候可以寫... - 這樣的東西... - 對... - 所以... - 你只有發一集... - 後來... - 就沒有發... - 對... - 那... - 其實跟難民中討論的過程裡面... - 他講了很多你那時候跟建宗資訊社... - 接觸的過程... - 然後那個... - 你其實也寫了一些東西嘛... - 就是在那個... - 十年注意見裡面... - 其實有很有趣的描述... - 然後... - 應該要訪問你在辯動我在講... - 好... - 就是... - 我覺得我可以理解為什麼胡宥天說... - 你有一個超脫的位置看你自己... - 因為你在那個十年注意見裡面... - 這篇文章... - 這篇書寫裡面的... - 的書寫方式其實就有一點這樣子... - 你分裂成好幾個人格... - 然後你會不斷地去解釋這個人格做的是什麼... - 就兩個人... - 就兩個人... - 就兩個人... - 對... - 就是... - 天峰跟那個... - 對... - 對... - 我要看一下... - 對... - 然後... 所以那個賴民中的訪談裡面感覺啦... - 就好像你其實現在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 有很大一部分... - 是那個時候形成的時候... - 是嗎? - 因為你們有一些在BBS上面的討論... - 對... - 可以這樣說... - 可以這樣說... - 那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那個... - 過程吧... - 你接觸... - 那個... - 建東資訊社... - 還有BBS的... - 建東資訊社... - 我記得是當時他們的... - 指導老師吧... - 曾經有... - 就是那些老師們中間... - 有互相認識... - 還有推薦... - 當時應該是劉登... - 的時候... - 去... - 看那個BBS... - 那... - 當時波階式的BBS... - 在台灣是... - 很... - 很盛情的... - 那所以... - 對我來講... - 就是Delta Center... - 也就是... - 就是另外一個... - 我平常會過接上去... - 熟悉的一個BBS... - 那我想有一個... - 比較大的不同... - 就是... - 當時這樣資訊社的... - 成員們... - 滿有意識的... - 在引介... - 國外的... - 網際網路社群的... - 許多的文件... - 就像... - 他們當時... - 引介了... - 那個Dragon File... - 就是所謂的... - 黑化檔案... - 就是... - 國籍的一些... - Hackers... - 他們... - 用來溝通的一些... - 一些文件... - 那或者... - 又好比說... - 他們當時對... - 物件導向城市設計... - 是一個新奇的... - 一些城市的方法... - 有些研究呢... - 他們也會很有系統的... - 去把... - 國際上的這些研究... -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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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有什麼貢獻的話... - 它是有一個... - 危機的... - 我可以知道說... - 這次的翻譯的人是誰... - 它是從哪個版本翻譯... - 這個版本又是從哪一個... - 網際網路的他的書籍出來... - 那我如果要對這個有貢獻的話... - 我可以去聯絡誰... - 所以我覺得... - 那邊主要給我的想法... - 就是有一個知識的脈絡性... - 因為以前在... - 學校的... - 學習經驗也好... - 或者是... - 那些老師們給我的經驗也好... - 它比較是... - 我知道上一首是誰... - 可是再上一首我就不知道了... - 國立編譯館不會列出... - 它的參考書目... - 說... - 你手上這本課本是參考了哪一百六十本書... - 寫成的... - 你如果對這句話有意見... - 你要去哪一個文件找... - 可這個在科學研究裡面是標準的... - 你如果免有個Citation... - 那是不被接受的... - 但是一般來講... - 在學校裡面... - 你要等大學... - 可能比較高年級... - 或者... - 你要開始做自己的研究... - 學校論文... - 才會開始學到這些體力... - 這些格式... - 那我大概十三歲的時候... - 那時候是做科展... - 就... - 等於是在這張諮詢社的這個文化底下... - 就很有意識的指導說... - 要有Citation... - 然後... - 有一個科學的... - 一個Community... - 那這個... - 社群是跨國界的... - 然後... - 而且他們對... - 特定的... - 就是... - 應用... - 不一定很感興趣... - 他們感興趣的是... - 叫State of the Art... - 就是這一門的學藝... - 要如何... - 往前邁進... - 這樣就是... - 研究的這個社群... - 所以... - 我覺得... - 就是那是一個小的一個... - 有點像共學的... - 讀書會這樣子一個圈圈... - 但是它因為是在... - 網際網路上... - 當時還不是網際啦... - 在網路上出現... - 所以... - 我不用花他們太多的時間來... - 一一的教我... - 我可以靠著... - 我們現在叫爬文嘛... - 去... - 看他們討論的軌跡... - 就可以了解到... - 他們跟國際學術社群... - 中間的關聯... -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 - 讓我比較早進入... - 我們現在叫研究社群的這樣的東西... - 我覺得這是... - 確實是... - 讓我用上課的影響... - 嗯... - 你好像... - 從小就開始讀一些... - 很堅強的東西... - 對不對... - 是... - 為什麼... - 你會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 因為我看到你讀好多... - 好難的東西喔... - 包括... - 柏拉圖的... - 理想國啊... - 維根斯坦... - 為什麼你會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 其實維根斯坦的工作... - 已經是非常頻密近人的... - 就是... - 對阿... - 尤其是像哲學探索... - 嗯... - 你只要... - 花時間下去... - 它其實... - 對你的思想並不起... - 非常大的... - 歸訓... - 就是說你... - 你不需要什麼先輩知識... - 就可以... - 知道他在講什麼... - 對... - 其實維根斯坦那... - 兩本就是... - 主要的都有這個性質... - 就是你不用先學... - 集合論... - 你也不用先學... - 羅素... - 你也不用先學什麼... - 嗯... - 你可以直接從他的文本... - 就開始... - 進行思考... - 所以我不會覺得... - 很困難... - 是因為... - 呃... - 我可能沒有那種... - 呃... - 一定要學到什麼的那個感覺... - 對我來講... - 那就跟看小說是一樣的... - 就是... - 呃... - 對這個劇情... - 或對這個思路... - 難道好奇... - 好... - 所以就跟著走走看... - 那剛好可能挑到的... - 那基本都是不太需要先對知識... - 所以就這樣... - 嗯... - 可是維克斯坦... - 嗯... - 就是... - 對... - 即便對很多塑古班的學生來說... - 其實也不是容易的東西... - 是嗎? - 我不知道... - 哦... - 好... - 因為其實就是... - 在... - 呃... - 可能... -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理解你這個學習過程... - 但是看到你讀的東西都覺得很訝異... - 跟你實際上去讀過... - 嗯... - 我讀過一些但沒有讀完... - 對... - 對... - 我說實話我覺得滿難的啊... - 對... - 對... - 對... - 那... - 可是... - 但讀你一些文字啊... - 包括你中學的時候的作品... - 然後還有... - 對... - 那個十年度以前也是中學的作品... - 就是我覺得好像你在文字上... - 比較是會說故事的... - 但是你在訪談的過程裡面比較少用說故事的方式... - 好像現在跟你接觸的比較多的都是... - 有一個比較旁觀的態度在做分析跟解釋... - 嗯... - 你不太會... - 你現在不太會說故事是不是... - 這跟... - 這其實跟我過去的訪問經驗不太... - 我演講仍然是在說故事啊... - 對... - 還是做滿多演講的工作... - 對啊... - 可是那個可能都是... - 因為像作曲家吧... - 它是一個... - 不是即席做出來的... - 它是... - 先預想到聽眾的心理狀態... - 然後去進行... - 就是... - 編傳... - 那文字是這樣... - 編講的是這樣... - 所以... - 當然因為我不知道你要問這個問題... - 反正我才剛拿到... - 所以我當然不太可能... - 針對這個題目去... - 花很長一段時間去... - 編寫出一個... - 微微道來的一個故事... - 我就是想到什麼加什麼... - 嗯... - 讓... - 不好意思... - 我都跳不穩... - 我都跳不穩... - 就是我... - 因為我們最近在討論你的工作... - 就是... - 要用這幾年... - 這個VR的東西... - 特別有興趣... - 對... - 可以跟我們講為什麼嗎? - 因為我們之前在... - 進行線上的這種... - 公共政策討論的時候... - 會碰到說... - 你對文字的掌握如果不夠好... - 那其實是很難進入這個討論的... - 但是我們希望是說... - 任何跟某件事情... - 或者某個地方有關的利益關係的人... - 都可以進入討論... - 但是我們碰到一些實質的困難... - 好比像說... - 一個房間就只能裝20人... - 你硬要裝200人... - 就沒有討論品質... - 可是你若是事後... - 去看他的會議紀錄12345... - 除非你是有... - 相當好的文字能力... - 不然的話... - 其實這20人... - 即使達成了共識... - 剩下180人... - 也沒有共識... - 它是不傳遞的... - 所以... - 當然我是希望... - 能夠一定程度上面... - 讓你們事後... - 進入一個討論... - 還是可以有在討論當中的感覺... - 也可以打破空間的限制... - 讓6萬人同時進入討論的時候... - 機器可以自動去分組... - 變成6個人... - 6個人進行討論等等... - 也就是說... - 我們在進行討論的安排的時候... - 往往其實是受到建築物本身的限制... - 而不是大家的意願的限制... - 但是... - 隨著第二技術的普及... - 我覺得... - 一方面當然... - 你們只不過是... - 帶上去之後... - 就在一個訓練房間... - 你不用去學畫書啊... - 去學這種... - 有沒有的器具... - 你還是就自然的聽... - 自然的講話... - 但是二方面... - 這個... - 互相傾聽的過程... - 它可以比較好地被記錄下來... - 而且可以... - 比較跨越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 讓你討論得以延續... - 其實我在跟那個... - 讓你這種... - 還有跟楊文貴老師接觸的過程裡面... - 我其實都... -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意思正不正確... - 就是... - 我聽到很多跟你有關的討論嘛... - 就比方說... - 你的學習歷程... - 然後... - 你對網路的開放的看法... - 比方說... - 當然這都是我的解釋... - 因為你覺得網路是一個開放的平台... - 它可能是有一個... - 它會是一個民主化的... - 實際民主化的工具嘛... - 這是我的解釋... - 但其實對我來說... - 我覺得... - 包括你的學習歷程... - 或者是你對網路世界跟民主化的看法... - 其實好像那還是有一個階級的問題... - 對我來講... - 因為... - 我必須說... - 我覺得... - 當然你... -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 你的學習經驗是一個很成功的典範... - 所以你的... - 媒體會採訪你啊... - 然後大家覺得... - 你的自學經驗很棒... -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 - 其實... - 我就問那個楊文貴老師說... - 這會不會有一個階級的問題... - 因為你的父母有這樣的資源... - 可以給你這樣子的空間... - 但如果是... - 比方說... - 中低收入戶的父母... - 如果他們的小孩跟你一樣聰明... - 可是他... - 會不會因為... - 家庭位景的問題... - 就反而沒有辦法跟你得到一樣的... - 你在講的是80年代還是現在... - 都是... - 完全不一樣啊... - 80年代... - 你要取得個人電腦... - 你要取得能夠波階上網... - 還有付電話費... - 跟現在幾乎最初可以免費上網... - 而且... - 都先是有數位集會中心的... - 而且... - 我們接下來還要特別預算把... - 偏向最後幾趟都補上... - 這個數位免權在今天... - 跟80年代是完全不同程度的東西... - 對... - 那所以你覺得... - 在80年代... - 這樣子的狀況其實... - 是比較難的... - 對... - 但現在你覺得是有機會... -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 對... - 可是... - 即便說工具開放... - 可是有多少機會... - 就是... - 我這樣說好了... - 就是... - 有多少小孩... - 小時候有機會接觸到維根斯坦... - 那就對... - 可是為什麼小孩都要接觸到維根斯坦... - 不是我自己打個比方... - 接觸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 就是說當然維基百科... - 在台灣的... - 的穿透率... - 當然還可以加強啦... - 但是... - 你不管是在哪一個偏鄉的小孩... - 用他的圖書館... - 或者用... - 其他的數位機會資源... - 他知道有維基百科的存在... - 或者是... - 教育營上面的相關的資源... - 我覺得... - 重點還是在... - 他是不是對這個感興趣... - 但如果感興趣的話... - 免費現在能夠取得的資源... - 跟80年代完全不能相比... - 那... - 80年代我能夠取得的... - 可能真的只有一些... - 初步的翻譯的書籍... - 或者是一些普及的書籍... - 接下來大專用的書籍就得自己去找了... - 那個... -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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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你覺得現在... - 呃... - 呃... - 呃... - 就是有越來越多機會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一個東西... - 對不對? - 所以就是... - 你覺得跟80年代的學習的方式很完全... - 完全不一樣... - 嗯... - 那... - 呃... - 呃... - 呃... - 我想一下... - 我剛剛... - 我有點亂的頭... - 我想一下... - 好... - 這個... - 欸... - 就是我剛剛過... - 我們其實... - 對... - 對... - 我要問的就是... - 你剛剛有說... - 你覺得... - 你都沒有跟... - 任何人特別熟... - 對... - 對... - 對... - 那... - 欸... - 我可以問你這個... - 為什麼嗎? - 理由是什麼? - 就是我不知道... - 就不知道... - 那... - 因為... - 欸... - 我想... - 就是我們在一些資料裡面看到... - 好像... - 劉登對你是有一些影響... - 是... - 對... - 嗯... - 那你們現在還有聯絡嗎? - 完全沒有... - 真的喔... - 是有什麼原因... - 沒有... - 沒有... - 不是... - 是有原因才聯絡... - 有原因才聯絡... - 對... - 喔... - 這樣你們現在都不會聯絡... - 需要聯絡的時候就會聯絡... - 需要聯絡的時候就會聯絡... - 需要聯絡會聯絡... - 對... - 因為我們其實有透過那個... - 賴民中想要找... - 找到聯本... - 嗯... - 他當年跟你相處的過程... - 這樣... - 對... - 然後他有那個啦... - 他有... - 跟我們聯絡... - 然後玩具人這樣... - 對... - 所以我們都想要怎麼辦... - 其實我... - 那個想法之後我想要... - 我有跟你講嘛... - 就是我的工作還是... - 走一個比較... - 痾... - 痾... - 傳統的工作方式... - 然後其為會把這個過程介入... - 然後看我們的互動還有什麼結果... - 嗯... - 所以其實我還是很努力想要... -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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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不可以來猜一個禮拜嗎 就是說 當然我們之前有事前有講過嘛 就是說 我們只要有設定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不管是你放棄才來拍 或者是你人來 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一個禮拜裡面 如果有一些時間是 不是我跟你約 而是我跟別人約的時間的話 那可能最多能夠做的就是我們自己這邊拍下來 在別人同意的情況下 把素材或素材都提供給你們 那這個我們都已經通過了 那我們有可能就是 我還是很好奇你私下的工作房子跟狀況 對 比方說我隨便說就是 我們有可能下次跟你約不是在這邊 或是不是在關注 有可能在幾大空間 可以啊 當然啊 只要全程有拍下來就要 全程有拍下來 那有可能是在哪裡 我不知道 我也希望在哪裡 有可能去 你家或是你家附近嗎 我宿舍就是我家 你宿舍 就是在那個大正英文裡面 對 沒去過 對對對 但你現在不太會回去一點 對 我從入科以來回去的時速不到時速 所以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沒有影響 那所以現在基本上對你來說 就是有第三個人在場 就會有攝影機 沒有到這個程度 是這個第三人有在拍的時候 對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對稱 就是你拍的話 我要拍就這樣 那所以如果我現在把 我要求 我們的我爸把攝影機都關掉 那你的攝影機就可以關掉了嗎 當然理論上是可以做到這樣 只是說 如果你還有在收音的話 那你也收音 就這樣 就是就是對稱的 所以如果我現在把所有的紀錄的東西都停掉 就是你絕對也可以停掉 我不是要求啦 我只是在問 對 可是這樣子對你的幫助有什麼幫助 基本上是 就是如果我們想要進一步理解你 就是做 當作做功課 或是交朋友 那這樣子有限期有什麼關係嗎 對 因為你覺得你在攝影機前面 跟那個有開機跟沒開機是完全都一樣 對 都一樣 很懂 嗯 好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 要不要 要去嗎 要不要 要不要 好 那所以 所以你基本上 那我 你除了辦公室跟關頂 然後開會的地方 你不會去其他地方嗎 你還會去哪裡 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沒有 所以你 當然會出國啦 就是該該去的行程當然會拍啊 像去某個地方參訪 去演講 或者是 10月開始 禮拜三上午會去空總 那是一個office hour 這些當然都能去 那聽起來你是沒有個人生活的 為什麼 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 怎麼達到這個結論 因為你在關頂 然後你的 你平常到底都在幹嘛 如果你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最近專業了一個遊戲 真的嗎 對 叫做信任的演化 就是大家可以透過一個機器 比如說我丟一個硬幣 你會得到三個 我玩過 對 我玩過 對 之類的 對 就是做一些翻譯啊 這個 專寫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工作 文化工作 那個遊戲好有趣 對 所以到最後就是要那個 就是善意是有好的回報 我不知道 也不是啦 看環境 看環境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就是 就是 他是博弈論 對不對 就是John F 的那個 那個 對 博弈論 的發展出來的問題 所以你在 喔那個是你翻譯的 天啊 是進 對不起 我才剛玩過 我都竟然不讓你 沒有關係 嗯 好有趣喔 好 那對我來說 這還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嗎 不是很好 那那就是好 好 所以你就覺得 你平常就是 都在做這個工作 那你沒有 休閒娛樂 就是我的休閒娛樂 這就是你的休閒娛樂 我反應你很開心 嗯 那你不會去看電影 他還進去 都不會 電影 都算也是會看 但也是在家裡看 對 所以你很少去 就是我們所謂的公眾談 比較少 你路個前還讀以前 有個後 因為 就比較麻煩 就比較少 那你路個前 都去哪邊 你會去戲院 對 路個前看電影 比較會去電影 真的喔 嗯 那現在就 沒有 對 因為去就 很麻煩 會被認出來 然後 護照啊 簽名 那 因為你在媒體上 有說 你其實是有 趴女 對 那你怎麼跟她相處 可是你的生活 都會在那邊塞來 嗯 嗯 你們相處不會有問題 嗯 當然也是會有問題 真的嗎 哈哈 我是說 她會不會抱怨 會不會抱怨說 你平常都在做這些事情 沒有 很多是一起做的 喔 所以她是你工作 也是你工作 也可以這樣說 嗯 嗯 好 好 所以 這樣我也有點不理會 但基本上我們是看不到她 總可以幫忙問 但是 九成九九就是會不會看到 喔 她也 她基本上是不願意曝光 對 簡單講如果要看要看自己看 喔 因為她同時也是影響模作者 喔 真的 好 那你可以幫忙問 我當然可以幫忙 好 但是 大概 大概是不可以 了解了解了解 對 那 所以我們 你覺得我們 你有可能接受我們 試著跟拍看的 在框定的時間跟空間裡是可以的 對 那就比方說 如果 我亂問 比方說你移動的過程 你從 呃 辦公室移動到框定的過程 如果我們跟拍你 會不會就很奇怪 就是你要跟我跟司機一起坐車這樣 對 有可能 之類的嘛 就是比方說我們如果 拍你一天的生活 然後 就兩個是不同的是這樣 如果就是從這邊搭車回宿舍 當然我要問一下我司機啊 他同意的話當然 我不反對嘛 那 但是一天的生活 跟這個是不相干嗎 對 對 我只是說 因為這只是一個事件 比方說搭車是一個事件 那一天的生活就是很多這樣事件的精神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那每個事件參與者 就是我們就是要經過很多事件 好 那 我就接著問 那你覺得我們沒有可能過嗎 我們 如果我們去 試著做這個 去問這個 你就是要預先跳一天嘛 然後先把我那一天的行程 預先都離間嘛 對不對 然後再預先去問 那一天的每一個人說 我願不願意北台 對 對 一定要看 當然要看那一天是哪一天啊 對 就是如果小碧香說禮拜三 我本來就在院外 對 或者是禮拜五 本來就是協作會 本來我就會做生 這個 這個的詢問都是比較容易事前詢問的 那如果是 周一周二周四 很多時候或是到 當天才會知道有誰會過來 這樣要去的事前同意 就比較要挑戰性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 可能星期三 或者甚至十月之後的星期三 或者是星期五 那我覺得機率是比較大 好啊 那我們 要我們努力看看 對 結果我們十月 看有沒有一個 禮拜三或禮拜五 因為就再跟 在跟子倫 這個月行程 好啊 好 OK OK 那 對 你等一下要去 有另外一個會議 等一下那個 V台灣 是嗎 對 有一個小碧香 好 有一個黑客森 對 有一個小碧香 對 好 那我們可能也會 之後 找一個時間過去 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剛好 明天下午有幾大 什麼事情 對 等一下每個禮拜都有 而且 十月之後也有可能 那個小松 下午會 也在工作 所以也有可能 就是你星期三 一整天的工作 就完成你的 全天台設置 至少 九點到五點 好 好 嗯 好 那 我今天最後一個問 我今天最後一個問 其實我們的製作人 他有一個評語 我想要知道你的反應 他說你 那個 賴明東大概有這樣的說法 我都覺得很有趣 因為 呃 我直接講結論 賴明東說你所謂的透明 其實是一種壞物 因為我們的製作人就說 你越開放 好像我們其實什麼都拍不到 是 所以你覺得這是一個側別嗎 你的開放其實是一種側別嗎 就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呃 我們之前討論過這個嘛 就是 我只把我看作是這個工作的 可能地零一個讀者 或者是通道嘛 對不對 那 但是 之後的詮釋 是所有曲的這個素材的 各位 呃 來 來運用的 所以我不覺得 我對 你現在正在進行這個工作 有專用的詮釋權 那所以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 你才會有這樣子一種 那如果我也放棄掉 我對這個工作的專用詮釋權 那你拍我跟一個路人 到底有什麼樣樣 對不對 會開始有這樣的懷疑 會出現 是不是這樣 嗯 所以 呃 我就 就是回到你個人身上 嗯 就是 我覺得外面的 會有一些解釋 就是 這其實是你的 自我保護的方式 其實你的 所謂的透明是一種不透明 為什麼可以說是一種不透明 也可以說是一種保護的部分 可以說是一種保護的部分 因為你說 你很透明 可是我們好像反而 因為什麼都會拍不到 應該就是說 你如果本來有一個預設 就是說 透明了之後 在那個透明的後面 會有一個動機 現在本來只是因為 什麼窗簾遮蓋住 當你變成透明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那個透明的後面的那個東西 可是現在變成透明了 你發現後面沒有東西 就這個時候 可能你會感到失落 可是它不能說是 一種保護 你要說保護也可以 就是 保護 呃 後面的這個 東西不被 定義 但是 它不能說是一種不透明 而且不透明 你是連後面每一東西都看不到 嗯 嗯 那我這樣說好了 所以你 你不想要被定義 還是你不想要被 被 被 只被一種解釋定義 因為你說 簡單講就是我沒有 identity 的這個 幻覺 我沒有覺得有一個 用拉張的說法是整體 對啊 對啊 也不需要一個 一個社會任 建構的主題 就是當然我們正在講話的時候 為了談話的方便 一定會有 不為主題的過程出現 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個對話本身 才是主題 我們只是承載對話的器具 但是 當下一次對話發生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 下一次對話裡面有一個 跟這一次對話相同的我的存在 你知道我在解釋這些 你的這些概念給那個 電視節目製作影片的時候 大家都很困擾 嗯 對 所以我必須很誠實說 因為我是 我是傳統的影像工作者 所以我也很困擾 因為我們都 我們其實都在透過影像 建立這個主題給觀眾 所以當這個主題 我沒有辦法 我沒辦法描繪出 這個主題的樣貌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主題 對 對 對 根據拉剛的說法 主題是一個空法 你就是不停地填它 但它就是不斷地失誘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當然可以 就是透過一些片段 來引誘讀者覺得說 他所失落的 可以在一個紀錄片裡找到 拉剛叫小對形 對 但是 但是那個是徒勞的 因為後面沒有動詞 你們的翻譯是小對形 就是看你們要怎麼翻譯 對 我讀的是 就是不要 我的論文裡面有寫課題小而已 對 對 對 好 那所以在 你可以可以理解 這對一個 對 對 對於我一個透過要用像說故事的人 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還是覺得 沒有什麼困難 我覺得至少要看你的編輯策略 你的編輯策略如果是要有一個敘事的連關性 你當然會覺得 啊 你什麼都拍不到 這些素材很難用 對 但是 在影像工作的歷史上也不乏 其實這部片子本來也沒有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敘事的這種電影嘛 對 其實我想要讓觀眾看到這個建立這個線性趨勢的過程 然後以及我們這一次其實是很難建立這個線性趨勢的過程 就會跟大家說其實拍片就是一個建構這個過程的工作 然後這一次有可能做不到這樣 所以這部片子可能是有可能是在 那你上次是用比較有希望的講法來說的 就是說 對 本來的工作是一個限制 因為你受到現行敘事的限制 但是這次反而才回到紀錄片的本然 是不是你來是這樣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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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你是一個很有趣的人拍攝對象 所以我就說回到紀錄片的本然 那 可是我們有可能在我的工作這一項上也是失敗 就是我沒辦法完成一部傳統的現行趨勢的紀錄片 可是你本來跟我講的也 對 也不是說你要完成一個現行趨勢的紀錄片 你是說你想要試試看這個媒材或這個風感 對 它的極限或者它還有什麼突破的可能嗎 對 是一個創造性的 所以你現在忽然又說 這個 我這個創造性工作可能沒有辦法被裝回 本來的敘事架構裡 這就讓我很意外 因為 因為你本來是說你沒有要這樣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失敗對這部片子不見得是壞 對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的這個嘗試有可能是失敗 但是這部片子可能就是讓觀眾看到說 紀錄片到底是什麼 然後這個傳統的工作過程裡面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那它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在這部片子裡面的角色 作為傳統的敘事的教練 我不一定要在這個路線上取得成功 當然 對 對 對 所以我其實 它很負面嗎 應該還好 沒有到底是負面 我只是說 就是說 當你做到一個事情 你當然可以說 你將坐在其他的這個尺度上看是失敗的 但是你另外還有幾千種不同的角度 這些角度看也都是失敗的 因為都不是你現在的這個角度 所以就是說 我不覺得是一定是負面的 但是我會覺得說 可能是沒有必要 當然 我理解你剛才說 就是你之前的做一些習慣 這是你不習慣的 這個部分沒有什麼負面 這就是一個事實 那但是二方面就是說 如果觀眾正在期待一個某個角度 可能也跟你習慣的不一樣的角度 的話 那它可能也 也不一定能夠完全達成它的期望 就是本來也本來不動就是這樣 那 好 我怎麼一直問 就是 我想要問就是你 因為你應該已經反覆講你自己的故事太多次了 因為好多媒體都要問 對 然後所以 就像你之前講 其實你有一些概念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比方說 今天的你跟明天的你談 十年前的你可能都是不一樣的狀態 你們講的話會不一樣 對 那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 所以這對我來說 就是我要試圖從你的訪談 或其他的人 給人訪談 建構你的故事 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假性的敘事 就是它不是一個 它不可能是真實的東西 這我們討論過 那你會對這個反覆的描述覺得很困擾 就是一直有人問你很接近的問題 就是一直這樣講一些什麼事情 是還好 就是說 如果是書面的訪問 我其實常常就是用一個超連結 請她 回去看書面的部分 那 因為 主治療大概都是我看過才放上去的 所以 如果你講的是一些事實性的東西 那對我來講就是背誦而已 它 對我並不困擾 背誦並沒有什麼困擾 所以是還好 可是 你知道 其實 我覺得 影像作品有趣這件事情 我覺得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東西是 觀點 那觀點就涉及到詮釋 然後我覺得其實 觀眾有興趣的東西是那個詮釋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其實我們說這是一個杯子 那沒什麼好講 所以我們拍唐鳳的外貌 可能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我覺得 觀眾覺得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怎麼看這個人 那所以它其實有可能是誤讀嗎 對 這個是有官員策長編輯 我們上次有詳細的討論 對對對 那 所以 你 就變成說 如果所有的作品都是誤讀 那 你知道這就是我跟那個電視台製作人 其實我覺得我今天跟你聊這些 可能也跟我最近這一兩個月 跟很多不同國家的 包括台灣的 日本 韓國 新加坡的電視台製作人 討論你的案子有關 就是我覺得 傳統的媒體工作者 對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很難有想像 那他們其實有給我一些打擊 那他們就說啊 這個東西觀眾你們看不懂啊 然後電視台很難給我之類的 所以我其實都有一些困惑 就我現在在跟你分享 對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天啊 那我們這部片子到底要怎麼樣讓觀眾看懂 還是你覺得我們其實不需要讓 你有預想 某個觀眾的樣貌 對 因為我過去的片子就是 就是我的觀眾就是一般人 就是 一般人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他們對這個世界 跟對媒體的想像 其實是很簡單 對 我覺得 我覺得你的東西都比較 姑且不要講 呃 開片這件事情好了 好像 有很多跟你相處的部分 都需要有互動 你的 你的世界有怎麼樣 你的比例標示要求是 雙向 你想看到對方的回應 對 但是 你有沒有覺得傳統的傳播方式 其實是很單向的 其實我們 台灣的觀眾好像很習慣 就是 做一個單純的接收子 是嗎 信任的演化超多樣的 現在是什麼 信任的演化 哦 信任的演化 他並沒有因為他需要你 不斷跟他互動 大家就喪失興趣 對對對 信任的 對 對 而且我是 因為那個 臉書被 襲襯 這個時候 所以可見 需要互動的媒體 並沒有 讓一般人 因為需要互動 而就比較 不越來 嗯 因為他如果不互動 那個故事根本走不下去的 他實際上是要了你30分鐘的時間 對那 可是我看 比起一部30分鐘的影片 說不定玩的人更多嗎 嗯 所以我不覺得只是約定者的問題 嗯 對 對 滿有道理的啦 對 所以那個 嗯 看起來 最傳統媒體 好像還蠻浪漫悲觀的 嗯 那可能就是 你在電影院 除了看電影之後 沒有別的實作 對 可是我覺得那是 進入那個空間之後 被限制了 而不是約定人 真的看電影的時候 不想做事 我不覺得想做 這是你不去電影院的原因嗎 就是你覺得去電影院 可以做我電影院的一些 確實是原因之一吧 嗯 所以你不喜歡這樣子的接收方式 就是 我是說 你大部分人是不能說不喜歡 像我第一次去看阿凡達 或者這一類 或者是第一次去看那個 IMAX4D的一些 他當然因為 感官很充斥 所以確實我也不會有空 做別的事情 對 那當然是一種電影 對 但是如果是二維的 而且尤其是裡面 比較有一些知識型 的東西 當然如果我能暫停 或者我能一邊 查些資料 當然對我 看這個電影 更有 感覺啊 我也更會記得 你看電影一邊看 你知道 因為我也教我拍片嘛 就是 好萊塢的傳統古典的流暢剪接 或是攝影 就是最高指導也對 就是觀眾不知道你在拍 觀眾都知道你在剪 那就是我們的要求就是 讓觀眾完全調到這個故事情境裡面 其實他其實在那一百分鐘裡面 就是完全被催眠 就是他不知道有人在跟他說故事 可是聽起來你是沒有辦法接受這種說故事嗎 因為你要隨時跳出來查資料 我可以接受 但是 就是 嗯 就是說 我們剛剛的命題是說 一般的觀眾是否 會習慣於單向的接受訊息 而如果要求更多的思考或互動 你就會少掉相當多的觀眾 剛才原來的命題是這個 對 那我舉出來的是說 可是 我最近幫忙翻譯的一些遊戲形式 它需要非常大的互動 可是也沒有因此而人數減少 對 那所以 當然你如果說電影院裡面 讓觀眾跟電影互動 你仍然是要設計那個互動的形式 我們才能夠做 有意義的比較 而不是說 任何互動的形式包含 一面看電影 一面就開始打電話 影響到你做 這個是比較好的形式 但是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要說的是 如果它的空間裡面 允許觀眾跟這個作品 有更進一步的互動 而不是只是單向吸收的話 對我來講 我覺得 觀眾跟這個電影的關係 會比較密切 應該不要說電影 跟這個內容的關係 會比較密切 但是 這個我覺得都是泛泛之論 你要看那個 怎麼講 就是你要看那個內容的性質 你要看同時是幾個人在看 然後也要看你的互動設計是什麼 但是 一般性的來講 我不覺得大家 被動的接受這個是常態 我覺得那個就是 空間給人的一個限制 那有沒有可能 其實 就是像你設計的 就是 你翻譯的這個遊戲 它到底非常有趣 那 它跟傳統的電影院 因為其實吸引到的族群 所以有可能之外就是兩批不同的人 那意思是說 會玩的都不會去看電影 因為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做同樣 但是我滿懷疑這個長方 對不對 但是你很少去看電影的時候 我一定會回到 我還是會看電影 只是現在大部分在家看 在家看 欸 那你看電影的時候 就會停下來查資料 你會有這個命運 真的 好 好棒 好 好像時間差不多 你是不是又要去 去演唱歌 好 那我們繼續做功課 然後我們也繼續想一下 紀錄片有什麼可能性 然後繼續看來接受你刺激這樣 想一下我們可能可以怎麼做 說實話我現在是有點卡關 對 因為跟幾個製作人談 其實他們都滿挑戰的 但是我也在想說 這部片子是不是一定要在 傳統的頻道上面 我們 我也在想 那個 他在網路上有沒有什麼 其他有可能的一些 那我今天也想要做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有互動的紀錄片 都有可以啊 其實像沈春華他就是 本來是一個單向的工作 對 那他後來包含來月裡面 反而我 他也花了很多時間去適應這種 網友在線上集系要問什麼 他做統合 然後 他變成網友的傳聲統的這個感覺 那其實 以他本來的工作經驗 這應該完全不在他的工作習慣裡 所以想必是做了一些條事 但是我覺得 最後做出來的東西也不錯 不過像他的這個工會方式當然很有趣 但他就變成 他其實被局限在一個 一個特定的時間範圍裡 因為網友也可以 每個禮拜拿通用素材出來送過 然後 然後即時再進行更訪都可以 即時再進行更訪 對啊 就是 但他有這樣的網友 他就是那個 對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素材在那邊裡面 隨時可以把它變成劇場 或者變成什麼別的形式 好 剛剛你的同事其實有一個說法很有趣 他說其實他們 大家跟你接觸都會有一個 破壞性的過程 就是他傳統就有一些事情有看法 要重新結構 就是可能會被先敲壞掉 我可能現在沒有經歷都不知道 好 我繼續 沒關係 反正你沒有電線 對 有啦 我們有電線 你們有嗎 現在終於有了 有有有有有拿到一筆錢 喔 所以是什麼時候要做 對 要查一下 因為我明年 明年喔 對 所以還有 20 沒有 至少還明年 應該是2018的一下 那就是我們很久的證明 蛤 對 你還要接著我們 好 沒問題 真的喔 好 好 好 OK 謝謝 就 收工 好 收工 你看好像變魔術 你走進醫會 對 好 謝謝 謝謝 你自己還有電子版 電子版 電子版 喔 好 我們可以跟你一樣電子版 因為我們是跟胡佑天 胡佑天也有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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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們要裝喔 好 謝謝 謝謝 你還要帶在身邊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還是會看影像嗎 照片 就是遠距的一些互動嗎 他現在是誰照顧 就是 現在有親愛照顧 不是親愛照顧 你一直跟我一般 對 我聽到 因為我自己是 坦白說我不喜歡寵物的 我只是從其他就是喜歡寵物的人的 互動他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想要養貓 養養養養不過 就是他把我當作朋友對待 所以會覺得好像需要跟他們玩 跟他們有互動 所以我剛剛聽到說 你完全不會對他們有思念 我其實還蠻壓抑的 對 因為其實 本來是因為他們生病了 或者流浪或什麼 那個是一個出於輪到或隨便什麼理由 去進行收容 那不是因為我想要有毛骨做蛋嗎 所以是流浪的毛骨 對 他在拍流浪動物是嗎 是 對 因為其實喚醒前一直有 就是DMR的傳統 但是如果你病到一個程度 那你之後拍到那個可以來採訪嗎 喔 可以 對對對 他只會去拍龍文會 對 對那個動法的議題 法條啊 認定 字眼 可能那個法條裡面的字 他被變那個要多少公尺 他沒有定義 所以 他們在執法的時候 常常會有 那個 基層的動法委員會 會有一些困難 是 對 然後可是隆委會 他們 在高層跟基層會 認定不一樣 是 確實啊 動法法的落實 因為那是所謂的前進立法 就是立法的時候立的那個標準 一般的第一線其實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 你居然有一段時間去磨合 這個確實一定是在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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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每次跟你聊天 好像都是脫離反鋼的東西 比較有趣 對 我想要設定的問題 我都不知道怎麼問 但你後來講的東西 我都覺得 都會覺得很有趣 那你看 那麼你就 它說 謝謝謝謝 倒題